百万房产蹊跷被卖 业主竟一无所知 既无授权又五千名 巨额交易为何能够顺利网签 是建委会给你下手分的一个钥匙盘 等于我这个建委系统是连着的 双方对不公堂 内情却是出人意料 原告与房屋购买人之间 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识表示 原告因严格履行 应急违约无传要求人民法院 认定被告网签协议无效 是遭人算计还是另有隐情 更多节目详情尽在本期庭审现场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陆陈 欢迎收看本期的庭审现场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 而其中的这个住已经成为近年来 大家越来越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买一套房子和卖一套房子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不注意相关的法律法规 房产交易没准还会惹来麻烦 前一段时间在北京市昌平区 就出现了这样一件蹊跷事 房东价值不菲的房产 莫名其妙的被人卖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西北部的一个住宅小区 虽然这里距离主城区有些遥远 但是房价却是一年一个台阶 一套一百多平米的三居室报价 已经达到了二百多万元 能够成为这里的业主并不容易 然而三十出头的小陈却拥有这样一套房子 随着房价不断上涨 他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 但是在2015年11月份的一天 他突然听说自己的房子被人网牵了 于是他赶忙请律师进行调查 很快律师就传回了惊人的信息 房子以一百多万元的价格 卖给了一个姓韩的人 而代理完成网牵的则是一家陌生的房产经纪公司 当时看到就怎么变成海海龙了 出一个新的经纪公司 这个网牵的所有信息你们完全不知道 在此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 在二手房市场 交易双方首先要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然后到房地产管理部门进行备案 并公布在网上 这个过程就是网签也叫网上签约 而这个网签的合同就是买卖双方办理房屋产权交易的法律依据 小陈清楚网签之后就意味着房子可以进行交易了 这个姓韩的人素未谋面 他只得按图所记找到了那家房产经纪公司 然而该公司负责人的回答却让他迷惑不解 房产经纪公司的负责人说 他们只是为交易双方提供居间服务 代理完成网签也是受人之托 这样的回答让小陈和他的律师倍感惊奇 在业主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就能完成网签 这家公司为何会有这样的服务 而所谓的受人之托又是什么意思呢 当他们费尽周折找到这个姓韩的购房人时 对方的说法却是更加奇怪 我们认为购房者只要我付款 我作为购房人他要付款 对出售人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该多少钱是多少钱支付给你 对方律师说 他的当事人并不认为这份网签有何不妥 因为购房者掏钱买房 而业主收钱卖房 这样的交易再正常不过 但是小陈却并不这么想 两个人从未谋灭 莫名其妙的就成了买卖双方 而且签约价格远低于当前的市场行情 他可不愿意价值不菲的房产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卖了 价值200多万元的房子突然被人以100多万元的价格网签 而且业主竟然是毫不知情 这事儿听起来确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房子的产权人小陈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是什么人瞒着自己偷偷把房子卖了呢 小陈和他的律师费尽周折 终于找到了对方 要求他们撤销交易 并且解除这份莫名其妙的网签合同 但是没想到人家是一口拒绝 多次协商无果后 小陈只好委托他的律师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这起蹊跷的纠纷 价值百万的房产 为何会在业主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网签 这样的交易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庭审现场 现在开听 商务区人民法院在本院公开审理 原告陈宇诉被告韩海龙 北京新民安家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依法制用检疫程序 由审判员张涛独任审判 收据而所验担任法庭记录 下面原告陈述企图事实和理由 司徒请求 一请求确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网签协议无效 二司徒费用由被告负担 经调查该网签合同买售人为韩海龙 原告与韩海龙之间没有签署过房屋买卖合同 原告认为原告从未委托被告北京新民安家房地产经济公司签署居间协议 被告新民安家房地产公司无权代理 被告与他人签订网签合同 该网签协议是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 且该公司没有代理权限 故该网签协议无效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说 发现房子被网签之前 他的当事人根本就不认识两位被告 所以他们并不清楚这份莫名其妙的网签合同究竟从何而来 这位代理人还说 他们知道这份网签是不真实的 而且他们认为被告能够顺利通过网签 一定采取了某种不为人知的方法 他们被告韩海龙已经答辩 被告韩海龙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请求法院依法于不回 被告韩某某的代理人说 他们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而且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有何过错 这位代理人说 网签是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 以光明正大的方式取得的 原告与房屋购买人之间 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原告因严格履行 应急违约无权要求人民法院 认定被告网签协议无效 这位代理人说 他的当事人购买原告的这所房子 是经过原告同意并认可的 而且之前还签订过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现在的状况明显是原告 因为某种不便明说的原因想违约 这位代理人还说 如果没有原告的同意和配合 仅靠被告一人 房产经纪公司根本无法办理网签 签网签不单单说 我这边随便一写就可以了 我需要录入他房产账的具体信息 房储身份账的具体信息 还有客户身份账的具体信息 这些我都是要录入的 房产经纪公司的这位负责人说 房地产管理部门对于网签的要求和审核 都是极其严格的 录入信息必须全面真实和准确 如果买卖双方有一方不同意 那么这些信息他们就无法录入 而缺少这些信息 网签也就不能获得批准 但是说我感觉如果要什么关系都没有的话 任何一个人也不会把房产证 这位负责人还说 如果原告不提供房产证和身份证的话 他们是根本没有办法获得这些信息的 所以他认为网签体现了买卖双方真实的意愿 但是他表示他们公司服从法院的判决 两位被告都说 如果原告不配合 他们是无法办理网签的 因为很多重要信息是需要原告提供的 然而原告之前也说过 他从未与两名被告有过任何接触 那么他的这些信息 对方是如何得知的呢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说 他的当事人曾在2015年10月份 试图出售过这套房子 所以房产证身份证等重要信息 也许在那个时候就泄露出去了 2015年10月25日 原告通过代理人陈喜良 也就是原告的父亲 有公证委托 与买售人卸塘矿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合同中约定 原告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 秋石家园2号楼房屋 卖于买售人卸塘矿 房屋建筑面积127.46平米 成交价格165万元人民币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说 他的当事人并非本地人 在返回原籍工作之后 就想卖了这套北京的房子 于是委托父亲挂牌出售 一家房产经纪公司得知消息后 带来一个客户看房 这个人就是后来的买售人谢某某 双方很快就达成协议 并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合同中约定了买卖双方 于2015年的12月25日之前 办理房屋购户手续 同时买售人支付全部购房款 2015年10月26日 被告通过电话向原告表示 不再购买该房屋 2015年10月27日以后 至今原告始终无法与被告 谢堂矿取得联系 这份合同有没有履行 因为谢堂矿没有购房资格 这个合同就没有履行 他们后来了解到 这个买售人也并非本地户籍 按照北京市的相关政策 他不具备购房资格 于是他们准备按照 事先约定解除合同 但是却怎么也联络不到对方 现在是我们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 约定的解除条件 已经向谢堂矿发出了 这个合同解除通知书 然后呢我就现在再又起诉了 然后要求确认这个合同解除的生效 现在还在法院审理中 就原告和谢堂矿的这份合同 已经提起诉讼了 对 案件已经解决了吗 没呢 现在是准备找不到谢堂矿 准备公告 没有解决的是吧 合同没有履行的原因是什么呀 我说了谢堂矿没有购房资质 谢堂矿没有购房资质 而且他也没有 就是也不按约定去支付这个购房款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说 正是在试图解除这份合同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这套价值百万的房子 竟然被人网签了 而根据网签信息显示 与原告进行交易的 竟然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而代理完成网签的 更是一个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房产经纪公司 当时看到就 怎么变成海海龙呢 出一个新的经纪公司 这个网签的所有信息你们完全不知道 在此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说 就是在这次卖房过程中 原告的一些重要信息泄露了出去 但是这些信息怎么落入了两名被告手里 而最终又被成功地录入网签之中 他们不得而知 蹊跷的网签到底从何而来 因原告原因辞职未能履行合同约定 配合过房人谢唐邦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导致过房人暂时赏失了过房制限 难解的纠纷究竟因何而起 这个房子要一百万都不好卖 卖谁只要能卖出来他也都卖了 对不对 现在这房子里面二百多万 那他少卖了好几十万 那肯定就做茬呗 在前面的庭审中 我们看到原被告双方是互不相让 纷纷陈述自己的理由 原告说自己的房子被卖是毫不知情 这样的网签不能算数 而被告却说如果没有原告的同意 这个网签也办不下来 我们知道只有买卖双方自愿才能够达成交易 网签也是如此 如果有一方不同意 那么网签也不会成功 但是原告说他对房子被卖一事毫不知情 那这份网签究竟从何而来又如何而来呢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说 他的当事人曾经出售过这套房子 双方还签过买卖合同 后来由于买售人购房资质问题 交易没有成功 但是就在合同解除的过程中 突然冒出了这份莫名其妙的网签 他当事人的信息也准确无误的出现在了这份网签之中 这份网签合同和那次失败的交易 是否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呢 让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举证致证 举证致证 下面进行举证致证 首先原告举证 我们在昌平区建设委员会调取的存量房屋 买卖合同 也就是网签合同 那么证实这个陈宇名下的这套房屋 与韩海龙进行了网签 居间人是被告姓明安家房地产经纪公司 那么在这份房屋存量 这个网签合同上并没有原告的签字 也并没有得到这个原告的授权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是经纪公司呢 一方呢是无权代理 所以该合同无效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说 这份网签合同上并没有原告本人的亲笔签名 所以这是一份无效的合同 这位代理人接着说 虽然他们不清楚对面的房产经纪公司 究竟采取了何种方法 在没有本人签名的情况下 能够顺利通过网签 但是他们认为 没有签名的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 对于原告说 因为这上头没有买卖双方的签字 所以这是无效的 这我想解释一下在哪呢 就是因为说这个是在网上签约 然后打印出来才能约买卖双方签字 也就是说原告拿的这份从建委打印也好 或者说从其他公司打印也好 打印出来肯定是没有签字的 就即使是我公司电脑盘里的 也是没有签字的 这都是打印出来之后后签字 这位房产经纪公司负责人介绍说 网签合同在向相关部门备案和确认过程中 是不需要签名的 只有确认过后从网上下载并打印出来 才需要本人签名 那你在爸做这个网签的时候 买卖双方是否要到场 不用 如果居间人这款 你要想能签这网签 是建委会给你下属分的一个钥匙盘 等于我这个系统跟建委系统是连着的 我签完了之后建委那都有 建委给你一个钥匙盘 对 然后你就可以给买卖双方做网签 对 然后是据我这边得到的反馈 是因为陈宇的代理人陈喜良 不配合往下走手去 这位房产经纪公司负责人说 网签之后 原告因为某种不便明说的原因 就不打算再卖这套房子了 交易流程也就无法再继续下去 所以造成这网签上没有签字 我这边没了 韩海龙先说这份意见 对这个网签合同的真实性没有意义 证明目的不认可 被告韩某某的委托代理人说 这份网签合同虽然没有原告的签名 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法律效力 他紧接着说 他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 对这份网签是事先知情并予以认可的 只是事后想毁约而已 被告韩海龙说一下证据名称证明目的 第一组证据是公证书 这公证书是2015年10月19日 由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做出了一个公证 一个房屋买卖委托公证 证明的目的就是原告委托 陈喜良出售其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秋实家园房屋 是其真实意识表示 这位代理人首先出示了一份公证书 证明原告却有卖房子的打算 只是他委托其父亲代为出售这套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房子 随后他又出示了一份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这位代理人出示的这份证据 竟然是原告与买售人谢某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他为何要把这份合同作为证据呢 因为如果没有原告与实际购房 实际出示购房者谢藤旺之间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成战 也不可能成战现在今天的被告一出现在法层上 这位代理人说 今天的庭审看上去是一起房产合同纠纷案 但其实背后还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而故事的主角就是买售人谢某某 他说谢某某并不是北京本地人 几年前谢某某从家乡来京打工 时间不长他就与一位北京本地的姑娘相识相恋了 结婚时他对妻子承诺一定会买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 几年后他通过努力打拼 终于攒够了房款 而按照北京市的相关政策 他此时能够以妻子的名义购买一套北京市的房子 于是他开始四处看房 并最终看中了原告位于昌平区的这套房子 谢堂矿于2015年10月25日通过房地产经济机构北京同一伟业 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签订成量房屋买卖合同 合同约定 购房人谢堂矿钱款购买原告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秋实家园房屋 前购房人向原告委托代理人支付了合同定金人民币2万元 双方合同已经成效 因原告原因迟迟未能履行合同约定 配合购房人谢堂矿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导致购房人暂时赏失了购房资格 这位代理人紧接着说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双方签订完房屋买卖合同之后不久 北京的房价开始了迅猛的上涨 价值100多万元的房子很快就突破了200万元 而此时原告就开始以种种借口拖延过户时间 眼见的房价一天天的上涨 而自己购买的房子又不能及时交易 谢某某夫妻俩的矛盾一天天加深 最后两个人因为一言不合竟然离婚了 而离婚后谢某某也就丧失了购房资格 因为当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 那个购房人谢某某是具备 我刚才说一点是具备购房资格 就是签和陈宇先合同的时候是有购房资格 对对没错 那现在还够具备吗 现在是这样的我说一下 他当时签的合同是为了改善生活 他爱人一方是北京的 夫妻双方有一方是北京的 他具备购房资格 后来这个房子一直原告说在外地一直不会来配合过户 因为是全款买房 只要过户当时就交钱 一直找理由 所以说他们两个现在离婚了 离婚了有证据吗 离婚了 他现在人在外地现在马上就应该下个星期的东西就给我留到了 他现在把那个结婚证离婚证 我现在都付你邮寄给我 所以这个资格它是没有问题 就因为他的时间拖太长没有过户 导致他的资格上 这位代理人随后又出示了一份购房协议书 签订双方是谢某某和今天庭审的被告韩某某 这位代理人解释说 谢某某虽然离婚并丧失了购房资格 但是他还是想完成当初对妻子的承诺 于是他决定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合同 前思后想 他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韩某某 韩是北京人具备购房资格 故购房人为了更好了 并完全履行承诺房屋买卖合同 与本案被告一韩海龙签订购房资格协议书 并约定购房人谢同框将所购买原告出售的房屋 暂时往迁到被告一名下 购买房屋产生的全部费用均由谢同框承担 被告韩海龙与购房人谢同框签订的书面协议 自愿约定 被告将涉案房屋的购房资格转让与购房人谢同框 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强制性规定 这位代理人说 谢某某曾经就此事 与原告在电话里进行过协商沟通 并且得到了原告的同意 但是没有想到真正往迁过后 原告竟然又返回了 其行为严重违反双方约定 且受害侵害了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应承担继续履行 承量房屋买卖合同 约定及赔偿审视的责任 那双方有没有签订过书面的说 将这房屋过户到这个 韩海龙名下的这个书面协议 没有 我们认为是基于原告与那个 就是谢堂矿之间 他有一份那个房屋买卖合同 所以我们没必要以那个现在被告 再跟原告重新签订合同 这位委托代理人说 因为之前双方签订过购房合同 所以基于对彼此的信任 他们也就没再签署补充协议 而且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因为这个从法律认定上严格 可以说这个有了判例来说 可能是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 因为这个东西也不违反法律 无非就是一个政策原因 一个资格问题 那这个行为违不违反 北京市的限购规定吗 因为他这个基础是这样 这个合同本身来说 他购房者是具备那个资格 就因为原告迟迟没有过户 导致他的上市 暂时上市的这个资格 这暂时上市的资格呢 现在这个实际购房者 为了更好能履行这个合同 所以说才走到这一步 背后要求这些朋友出来 往前前了他的影响 然而原告的委托代理人 却并不认可这样的做法 他说这种借名买卖的行为 不仅违反北京市的限购规定 也不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 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说明了 已经明确规定了 这种购房资格是这种转让 是无效的 这是有明确法的依据的 随后被告韩某某的委托代理人 又出示了一份证据 这是一组手机短信 是谢某某与原告父亲之间的聊天信息 这名原告委托代理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后 单方违约 拒绝配合办理房屋购户手续的事实 这短信在哪个手机 在在在 我都证据证据上面都有 我现在给你找出了 那我先我先说一下观点性 然后又来看真实性 好 那个我们可以从这些短信息中内容可以看 怎么这几天还不来取回定金 不回电话 也不回信息 如果还想买秋实家园的房子 就抓紧时间 把购房人资质审核办下来 并筹齐房款 提前两天电话联系 我和儿子到现场 办理转账 解压房产证过户手续 如果确实不买了 我也不追究什么违约 你们没有时间来取回定金 可以告诉你们北京家庭住址个单位地址 我和朋友给你送去 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没有自由身都可以理解 毕竟我也是两个儿子 他们和你们一样的状况 这份证据 这份短信已经充分说明了 当时我们并不是说 我不配合你办理这个房屋的 办理这个房屋购户的手续 而是你这个购房资质始终是拿不下来 这是谢堂矿买不了房的原因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说 这组信息恰恰印证了 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 是买售人没有购房资质 而非原告故意拖延 被告二就用被告一的证据 发表执政意见 我这没什么执政意见 我在里头我就见过这房屋购 只见过房屋购买件 其他的都没见过 对 在里头的其他的都没见过 被告韩海龙还有其他证据提交吗 没有 当时签这份 就是陈宇和谢堂矿 签这份合同的时候 谢堂矿是有购房资格的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是否就直接可以做网签了 因为他没配合 先网签 我说再做网 做了网签 是不是就有购房资格了 对 对吧 就说做资格审查 然后做了网签 就说明这人就有购房资格 再离婚也不影响他那什么了吧 不影响他的购房资格了吧 能离婚 他的离婚信息很快就传 能够传到建委那地方 因为你在过户的时候 必须按照 刚才您说的顺序有错误 是你现在有购房资格才能签网签 是啊 并不是说你签上网签就肯定有购房资格 是 这两个概念 我说那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他提到说在签这份合同的 陈宇和谢堂矿签合同的时候 谢堂矿是有购房资格的 我是在这基础上 那么是否可以去做网签了 不是 即使你有购房资格 是我们中介公司之所以说 他有购房资格 是我们根据北京的限购令 我们去审查 你比如说 你是本事 本事户籍家庭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是本事的人 我娶一 我娶一媳妇是外地的 我完全可以写我媳妇名 对我知道 就是说他有种情况不也是吗 对啊 我说的就 但是如果我 但是我得先审才能签网签 不审是签不了的 我需要经历一个周期 去审我的购房资质 那就说在 谢藤矿他们签完合同之后 在审的期间 就离婚了 不是 是审完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的婚 我给人说的是这个流程 在审完之后 比如我们两口子 具备购房资格 对吧 然后如果 签上往签 我离婚 在购户之前我离婚 那他做别活 我明白了 在买兽人谢某某 还具备购房资格的时候 如果双方及时去做网签 也许就没有后来的纠纷了 那么 他们当时为什么没去做呢 房产经纪公司负责人 给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解释 他这种情况是怎么样呢 是 他签了网签 就想马上收款过户 所以说必须得房主来 他们双方约定的是 2015年12月25号 之前办理这个手续 对不对 对 其实说白了 就是因为房价涨了 现在这个房子 在市场价 应该能卖过200了 如果市场跌现在 这房子100 你看 陈亮宇就该打 让他赶紧过户了 下面被告 新名玩家公司 有证据提交吗 我没什么证据 借名买卖 是否出于难言的苦衷 你直接用信号话 跟陈宇直接把网线签了 就OK了 就不至于非得 用海海龙来背这户了 这个肯定是 与事实明显取在矛盾的地方 房产纠纷背后的隐情 又是什么 这个房子要100万都不好卖 没谁只要能卖出来 他也就卖了 对不对 现在这房子里面200多了 那他少卖了好几十万 那肯定能做啥呗 房产交易热纠纷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庭审到此 我们大致也看清了案件的原本脉络 谢某某在丧失了购房四个之后 为了能够买到房子 不惜用移花接木 暗度陈仓的方法 借自己好朋友之名 也就是本案被告之一的 韩某某的名义 替自己购买这套房子 于是也就有了那份 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 网签合同 韩某某倒是具有买房资格 而且这样的做法 看上去能够解决谢某某 遇到的难题 但是法院会支持这样的行为吗 在接下来的法庭辩论阶段 原被告双方又会说些什么呢 法庭辩论 法庭调查结束 双方发表辩论意见 主要围绕着这份网签合同 是否无效 发表各自的辩论意见 原告方先发表辩论意见 我们发表三点意见 第一点 网签合同肯定是无效的 那么理由是这样 陈宇作为出卖人 与韩海龙之间并没有形成过 房屋买卖协议 也并没有委托过中介公司 去签署这份网签协议 那么这份合同中的内容 也并不是原告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认为 他的当事人与被告之一的 房产经纪公司从未有过接触 也没有给其授权 而且与被告韩某某之间 更无买卖关系 所以这份网签合同 属于无效合同 他随后又说 谢某某与韩某某签订的购房协议 也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借名买卖也是属于无效行为 那么既然你能 既然能用韩海龙的名义 当时办内网签 那么如果谢涛框当时有 购房自制的话 你直接用谢涛框 跟陈宇直接把网签签了 就OK了 就不至于非得用韩海龙 在背这户了 这个肯定是与事实 明显存在矛盾的地方 我就说到这吧 下面被告韩海龙 把我辩论一下 在原告与实际购房者 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关系成立情况下 购房者将因某种原因 将购房自和暂时过户到 就本案被告名下 并没有影响 本合同的实际旅行 原告无权 要求被告 撤销网签 下面被告 新民安家公司 还有别人意见 其实还是那句话 就是房价涨了 房子现在这个房子 至少卖200万以上 至少卖200万以上 少卖了30多万 这十个数 对吧 如果现在房子卖100万 没人买 那新天这个厅 我估计都不用开了 双方还有新的辩论意见吗 两个方 被告一呢 被告二还有吗 没有 辩论结束 就本案 原被告双方是否同意 在法院主持下调解 同意 被告一呢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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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于被告一 不同意调解 本案本院不再做调解工作 双方做最后陈述 这四五九九 被告一 被告二 我没什么意见 好 休听 这忙看没有签子 是业主毁于 还是网签合同 另有蹊跷 就是房价涨了 房子现在 现在这个房子 少卖二百万以上 至少卖二百万以上 少卖了三十多万 如果现在房子 卖一百万 没人买 那今天这个厅 我估计就已经开了 百万房产就分 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局 购房者将因某种原因 将购房资格暂时 过户到 就本案被告明相 并没有影响 本合同的实际女性 原告无权 要求被告 撤销网件 广告之后 庭审现场将播出法庭 一审宣判结果 节目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2016年5月15日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进行了 一审宣判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 当事人行使权力 履行义务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定立履行合同 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原告陈某与被告韩某某之间 从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 而谢某某与韩某某所签订的购房协议书 有违反北京市现行房屋限购政策之嫌 该行为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判决网间合同无效 买一套新衣的房子 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然而买卖房产 首先就要诚实守信 遵计守法 办案当中的谢某某 他曾经有机会 也有资格购买自己心仪的房子 但是错过时机丧失资格之后 他又想用法律并不支持的其他方式来进行补救 结果不仅于事无补 反而是适得其反 当前房产交易平稳进行 有的人卖小换大 改善自己的住房条件 有的人还在为自己能够拥有一套房子 而努力奋斗 但是在买卖房产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相关的法律法规 希望今天的这起案件能给大家一些启示 感谢收看本期的庭审现场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